这的话第一步先接管子 管子的话是这个六分的四分之三的 然后里面加个垫片 加垫片 然后两头加垫片 跟这个接在一起 跟正经发生器 然后这边呢 这边再接个管子 也加个垫片 这边接到 这边不需要接手 这边接了 然后这边带个垫片 带个这种垫片 接到这里给它锁紧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把正经发生器通电打开 这边是启动 按两下开关 然后启动 然后呢 它过程中 上水的过程中 可能就是里面会有空气 有空气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也访问一下 没有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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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好 这边的水 还是不空气 要不空气 好 没睡 好 我找 不回事啊 我没睡 在这里有个阀门 有空气的话就水上不去 我们就把这阀门松一下 等它这里噴出蜘蛛水来 然后就能上水了 它里面有空气的话 蒸汽上不来 灯水排完之后 这就排空气的 灯水排完之后把它拧紧就好了 蒸汽的话我们一般是打到六个压 打到六个压 等蒸汽上来之后 把这个机器打 这个是压蒸链机的盖子 就防止它漏气的 给它压紧的作用 有机器的盖子 用力的盖子 然后可以刮抹 用力的盖子 有机器的盖子 可以做一些盖子 要用力的盖子 放开盖子 用力的盖子 看到有机器的盖子 然后它是盖子 然后呢我们先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话先给它通转一下 这个是通了电之后这个是启动 然后选这个按钮 这边是它这个电机 然后多少转 这上面一般我们是打到40转 30到40转左右 这样是正转 然后呢这个是停止 反转的话我们是要长按 这个是反转是要长按 这个基本操作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 放下来的时候两只手拖一下 让我把这个拉过来 这里给它锁 这里一定要锁紧 防止它入气 这操作到蒸汽上来之后 这个是蒸汽的滑门 这样竖着是蒸汽是全部打开了 然后这样是关闭 我们正常做的话只要开个三分之一 不用全部打开 这个是蒸链机的内器 这个是外面的 这个是里面的 这个正常是不需要打开的 我们做的时候就开这一个 然后压力的话到四个压左右 这个呢是排气的 我们就长开 这个就长开开三分之一就好了 然后如果是这边打到四个压 这个没有开 这个没有往外排气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打开 这个是输水 这个排气的 把它打开 把这里打开 然后把这个拆掉 然后把这个几个螺丝松开 把这个都给它倒回去 嗯 把这个松开之后 我们拧这里往下的话 是它是压力到达 怎么表达 我想一想啊 比如说到四个压的话 它还没有这里 还没有开始排气 我们就把它往下扭就好了 嗯 好 如果四个压就开始排气的话 就把它往上扭一点 不关键 用这里 用这里 给它拧一下就好了 这样 别的 别的 没事了 得 meglio 你说